来关注今天的聚焦放管服改革曝光帕曼贾雍伞系列报道 眼下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也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 2月16号 江西省新冠肺炎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第14号令 其中要求决定解除实施封闭管理城市小区或者农村村组 其他城市小区和农村村组不得限制人员和车辆通行 可是有观众告诉我们 在有些地方执行的并不到位 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南昌市青云浦区的赵先生 在南昌市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内的一家公司工作 前几天接到公司通知要求返港上班 赵先生说疫情发生后 他所居住的魏马丰盛小区在出入口设置了防疫管控点 如果每天去上班要进出的话 得在社区居委会办理出入证 一直是材料不全嘛 然后跑了三天 最后材料全部弄全了 社区的人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吧 就是最后我们资料全了 还是不给我们办 他说这个只有老板能办 我们员工是不能办的 我说生龙已经给我们盖了张 批准我们员工上班了 他说就是不能办 记者注意到赵先生所提供的材料 包括他工时公司经过多个部门审批的复工责任状 还有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出去的复工证明 既然赵先生说材料齐全 那为什么出入证一直没有办下来呢 2月17号下午 记者来到了赵先生所居住的南昌市青云浦区 为马封上小区暗访 防疫管控点社区据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小区还是要办理出入证 否则不能随意进出 记者了解到 根据省新冠肺炎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第14号令 各县市区除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决定实施封闭式管理的城市小区农村村组外 对其他实行流动性管控的城市小区农村村组 进出人员和车辆分别进行必要的体温检测和消杀后 一律予以放行 不得限制人员和车辆通行 可是青云浦区青丰社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所以还要按照之前的管理办法 必须办理出入证才能进出小区 那么不是公司的法人就不能办理出入证吗 郑秋红介绍说 那也要赵先生所在的公司开具复工证明 才能够办理出入证 无奈之下赵先生又拿出了南昌 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统一开具的复工证明 而这次青丰社区剧委会的工作人员终于同意给赵先生办理了出入证 都市平台记者报道 这段时间各地疫情防控人员的工作确实非常辛苦 特别是基层人员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来看 虽然复工复产早几天就已经提上了日程 但是在一些地方 人员的流动还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如果小区不能正常进出 那么返港人员的生活受到影响 势必也会影响到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速度 疫情防控对于各地政府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如何把握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者之间的关系 既不能松懈又不能过头 做到统筹兼顾 工作还确实需要做的再细致一些 特别是对于一些基层部门 还需要上级部门的及时指导 保证政策措施能够得到准确执行 做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真正的两不误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 现在一些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还是受到了影响 为此省政府出台了 关于有效应对疫情 稳定经济增长的20条政策措施 平乡市立即行动 据此细化出了支持中小企业纾困的12条措施 其中就有提到 要通过减免国有资产经营用房的房租 对中小企业进行帮扶 对中小企业的一种